你怎么来了 有你这样欢迎客人的吗 欢迎你 我想你是来看看我是不是下不开吧 放心 没事 菜挺新鲜的 看来 我有口福了 你来原来是有另外的目的的 想蹭饭吧 回答正确 洗手吃饭了 我知道一句话形容你这种人 什么话 你除了生孩子不会之外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我是什么都会 你今天来 是专门来哄我开心的吧 才不是呢 我是专程来蹭饭的 难忘上次在这里吃到你亲手做的私房菜 我听得出来 你每句话都在顺着我 比黑花还听话 这反倒让我有点不适应了 我哪有这么羡慕啊 我 我 谢谢 我爸妈已经把我抛弃了 他们俩去云南旅行了 这个五一假期 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就自己一个人 你呢 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安徽 散散心 票已经买好了 我要好好享受 人生中第一个彻底抛开工作的假期 你要去旅行了 是 人在城市待久了 我们的事业 被高楼大厦挤得只剩下一条缝 稍有点闪失 就像是天崩地裂 回到大自然里 心胸顿时会开枯 就会让你反思 自己烦恼的根源 以后再来看 就会变得不值一天了 有些人 我估认是他 你是不是没有? 我估认是他 确实是不是宽命的 我今天什么事 我干什么事 你是不是拿来 这样子 出来 谢谢你送我回来 如果要再送饭 要等我回来才有机会吃了 来 陆立成 去喝酒吧 怎么了 没事吧 你去安徽去个办吗 怎么了 反正我没去过安徽 无一假期也不知道去哪里 正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逃也情操 你真的想去吗 你真的想去吗 朋友是讲情谊的 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现在你有困难 我总不能不讲情谊 是不是 我没困难了 是 你没有 困难看到你陆历城 永远都是绕道走 反正就是玩嘛 就当做去做个伴儿 你不怕困难管女有危险吗 就我做过风险评估了 一路历城 虽然不讨人喜欢 但是人品还过得去 我呢 也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有多大的诱惑率 我自己心里有数 就当做 两个哥们一起出去转一圈了 说了老半天 你倒是给我一句话 不爱我跟着就算了 搞得一副 我多想跟你去旅行一样 不过就是安徽嘛 不去就不去 谁稀罕 喂 我陆历城 我想换一张机票 把原来一个人的 给我换成两张 我知道现在机票紧张 但我一定要两张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就直接把我的会员取消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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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我 那 我 我 只是 你曾经 问你 我 只会 只想想你 我 我 你 你 在 我 你 是 白天刚一晚有 马上又泡温泉 这是今天最后的旅游项目吗 什么 玫瑰温泉 二人世间 你 泡完就早点休息吧 明天咱们还要出海潜水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陪我泡啊 不是 温泉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而且 我从小就 运船 见到这种水波当洋就犯恶心 早点休息 那你呢 我回屋休息了 不行 我怕一个人泡 我一会儿迷糊地睡过去 万一我淹死怎么办 你留下来陪我 我喜欢听你的声音 好了 今天已经很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好 跪 我等不到明天 我给前来打个电话 送些酒 我们聊个通宵好不好 嗯 嗯 嗯 好了 明天还有事你早点休息 我不玩了 好 我们回去吧 明天就走 好啊 好啊好啊 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两个字了 每次我一说什么 你就像一个富足基石地说 好啊好啊好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一直要这么迁就我 可以到这种上去 坚决地拒绝我 我没有迁就你 也没有拒绝你 我只想好好对你 送医 我爱你 我爱那个极其有主见的你 我不要你沉浸在对我的爱里迷失自己 可是我亏欠你啊 亏欠我 你欠我什么 你什么都不欠我 如果你要回去 那咱们明天就走 啊 我 虽然上次无言之诚的项目 卖骨跟贵公司势之交臂 不过我想 这无损我们合作的前景和诚意 为了打消业内 对我们再次合作的疑虑 我想 举办这次新项目的签约发布会 可谓恰当及时 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 我们可以借助这次发布会 对 陆先生 说实话 上次无言之诚没有跟卖骨合作 我也感到很遗憾 不过 我们彼此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 已经有了新的了解 所以啊 我有什么就直说了 我这个人呢 不但在做生意上要求高 而选择人上要求就更高 要想选一个合适的女婿啊 这比拿下一个大的项目还要难啊 不过 不过 像陆先生这样 我倒觉得蛮合适的 我倒觉得蛮合适的 小姐 你来干什么 总裁他 他让我接你回去 我爸可真行 在哪儿都能逮着我 你跟他说我没空 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你爸妈肯定担心你 还是回家吧 去吧 行李我帮你送回家 算你们厉害 小姐回来了 爸 派人去职场接我 到底什么事啊 连双 你出去旅行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会担心的呀 我和男朋友出去旅行 有什么好担心的 会发生什么事啊 宋毅嘛 您见过的 妈 你怎么不说话 不行 我们不同意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天我带宋毅回来 见我妈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怎么 难道说的还不清楚吗 您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爸 您见过宋毅吗 您了解他吗 您凭什么反对啊 别人说啊 爸爸也是为你好啊 反是我喜欢的事情 你们就反对 这叫为我好 我爱他 他也爱我 宋毅说过 不要在我面前提宋毅 爸 你瞒过讲理 好了 好了 连双 听爸爸的话 爸爸不会害你的啊 你们怎么知道我和宋毅不合适 我 不要再说了 我们已经在一个女儿的感情上犯过错误 绝不允许第二次发生 一句话 你跟那个姓宋的不合适 好了好了 连双 不气爸爸 听爸爸的话啊 这二十多年来 我不是听这个 就是听那个的 这次我要听自己的 我认定他了 就算你要关了我的事务所 和我断绝妇女关系 我也不在乎 好 麻辣烫 你怎么回来了 是 我回来了 我想你 想你 这辈子都不能没有你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这不我在那儿享受阳光海滩 一想到 你自己在公司里加班 心里就一阵愧疚 这不就回来陪你了吗 我耳朵有点痒 来帮我掏掏耳朵吧 你今天晚上来 肯定不是为了这两只耳朵 还有你说的什么负罪感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听你说过所谓的负罪感 睡着了 真有你的 好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宋义欺负你了 满满 你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离开我 傻瓜 傻瓜 你放心好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你 好 你放心 姐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有了新的了解 所以啊 我有什么就直说了 陆先生是不是想跟我们许氏集团长期合作呀 是 我们希望能跟你们许氏集团有长期的规划 这外界啊 对我们许氏集团有一个商业王国的美称 其实啊 我真正的产业并不是许氏集团 而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一生的挚爱啊 虽然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可是 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 所以 如果将来有谁能给我女儿带来幸福 我可以把许氏集团作为嫁妆 毫不吝啬地双手奉上 徐总 势如情深 令人敬拜 我这个人呢 不但在做生意上要求高 但选择人上要求就更高了 要想选一个合适的女婿啊 真比拿下一个大的项目还要难哪 不过 像陆先生这样的 我倒觉得蛮合适的 徐总 您给我讲了 令千金怎么会缺乏追求者呢 陆先生 你看啊 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女儿怎么样 我也很高兴能跟你女儿成为朋友 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们只是有喜欢的人还没有结婚是吧 那就有选择的余地 你看 这就跟做生意一样 在没有签合同之前都可以货比三家嘛 我 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怕不会照常进行 一切就按你的意思做 好 麦谷和许事的这场酒会 将是最好的展示我们麦谷品牌形象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借势 挽回上次我们无言之城项目的舆论损失 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 把这场酒会办好 好 好 那么大家就各就位 现在准备吧 苏玛留下 有些资料要核对 其他人散会 好 走吧 陆总 有什么资料要核对啊 刚才看你不是很高兴 怎么会呢 能够跟许事地产合作 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现在不是以同事的身份在问你 而是以朋友的身份 所以你不用隐瞒什么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艾利克斯 你在为她暴躯 许忠庆究竟为什么 对艾利克斯有这么大的意见 客户永远是对的 我虽然是项目的负责人 但对于高层的决定 我也所有不了 在许事企业的新案子 进行期间 派艾利克斯 去北京分公司 处理别的业务 当案子结了以后才回来 他依然是投资部的总监 谢谢 不用谢我 我这么做不是为你 是因为 卖股不能只有一个路历程 怎么样 这就是你办公的地方 看起来景色很美 也就是表面风光 其实已经危机重重了 宋先生 请喝茶 我不喝 谢谢 放那里就好了 好了好了 我们去那边坐 本来呢 我和曼曼一起经营 虽然赚钱不多 可也能勉强维持下去 自从她离职后 跑去卖股追陆立成 生意就直线下降 不过现在好了 我和曼曼说好 只要她成功追到篮球一号 就马上回事务所帮我 现在她的目标实现了 我们的事务所也有救了 你爸 终止对律师事务所的支持 是因为我吗 怎么会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这么好的人 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事情 别人才会恨你呢 如果不是你在卖股投入那么多 我真想让你到事务所来帮我 有你在 我就会勇敢许多 其实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只不过欠缺经验而已 是吗 这样是那样就好了 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晚上我有事 不过没关系 明天我可以陪你一整天 你公司不忙吗 公司是无少 所以这几天闲得很 太好了 有你陪我真好 许总 送你和许小姐 麦麦 你过来陪我吃饭吧 我现在在忙着呢 我在布置场地 明天有重要的酒会 什么酒会这么了不起啊 能重要过我俩的晚餐 要不我过去找你 苏麦 这个大酒店的公关部经理 找你呢 我马上来 我真不跟你说了 我先忙 我再请客补你啊 拜拜 先这样 好 我得过去看看她 这么久啊 太晚了 你怎么跑来了 我等得无聊死了 听你在电话里说 什么正式大酒店 我就过来 看看你搞什么鬼 你别闹了 我真的很忙 嗨 给你们拍张照 真的以为你在认真工作 原来是假公祭司 跟男朋友亲亲我我 没有的事 你别乱说 哎呀 生气了 这么大反应干嘛 明天的酒会 政商名流 还有各界的精英 通通都要来 真的很重要 不能出差错 什么酒会 搞得跟国宴一样 我爸公司跟你们的合作项目 是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 宋映怎么不参加 她不是投资总监吗 可能她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吧 和我爸公司签约 不是卖股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吗 她这个投资总监怎么能不参加 我也不知道 可能公司对她另有安排吧 公司内部的人事调动复杂 连我这个内部人都云里雾里的 总之你别担心 她一切正常 没事的 以前她就很忙 最近却很闲 我真的还要忙 我先不照顾你了 明天和许中基一握手 咱们陆总就成了焦点人物了 那当然了 我得找人用这个相机 给她记录下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采访区的花到了吗 还没有 快到了 宋映 我想问你明天一整天 真的都可以陪我吗 有忙吗 没事 是 这个日式行业待遇 没有大项目 所以恐闲得很 那好 就这样 再见吧 连双上次和咱们闹翻之后 也没短信 也没电话的 你不是已经封杀了那个宋毅了吗 连双公司的财政支援也没有了 按道理 她应该回来找咱们呀 等她那个事务所办不下去的时候 我看她还能去哪儿 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性子倔强就像你 嗯 再让她折腾一段时间 等新鲜劲过了以后 她自然就会回来 这样也好 那她要是新鲜劲过不了呢 放心吧 就算她新鲜期过不了 我呀 已经另外给她找了人选了 你是说陆立成 她同意了吗 放心吧 那天我把话已经给她说得很清楚了 像她这样 从农村出来的凤凰男 极其渴望成功 就算她跟我们连双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 只要有我们许氏集团的面子 她不会不动心的 可是 她们这样没有感情基础 连双跟她相处下去 会长久吗 连双会幸福吗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如今是火烧眉毛 只能顾眼前了 只要这个陆立成 真的有本事 把连双从宋益身边夺走 就算是我把许氏集团给她都可以 请见面 好的 两位请尝一下 这位导师恭喜 卖股公司跟许氏企业 终于强强联合了 谢谢 这下卖股可是行业的翘楚了 谢谢 恭喜啊 陆先生 年轻有为 令人钦佩啊 哪里哪里 多谢各位的台 以后我们要多多合作 一定一定 谢谢你啊 谢谢光临 徐总 徐总 为什么《无焉之城》 项目没有合作成 您对卖股还有信心吗 上次《无焉之城》 会是你们两家合作的阴影吗 不好意思啊 各位记者朋友 待会我们徐总会发言的 会回答各位的问题 徐总 请您再收两句话 收两句话 徐总 你在这里看着 我这就会 请 请 徐总 过一会儿 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您 你先去看看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好 您 还有什么吩咐 我还有个私人问题想跟你谈一谈 如果和发布会无关 或不太重要的 能否会合作用 怎么 难道我女儿的事情 就不重要吗 你坐吧 我上次给你的提议 跟小女认识 并深一步地交往 你考虑得怎么样 对不起 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那样 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所以 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我希望你马上跟我女儿认识 并且在短时间内 要打动她的芳心 我知道这对你很突然 可是人嘛 总是讲一个感情的 再说 我的女儿 那可是非常优秀的 很抱歉 恋爱是很优秀 但我没有想过 跟恋爱有感情上的发展 你只要娶了我女儿 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为什么选择我 其实 重要的原因是我从你双眼里 看出一种欲望 一种强烈的 想要成功的欲望 就跟三十年前的我 非常地相像啊 我们都渴求成功啊 而且我相信 你的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年轻人 你不要以为 我随便找一个人 就把女儿嫁出去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 你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 我可以不夸张地告诉你 这将会改变你整个的人生 我承认 我承认 那要是我不答应你 你给迈古 已经丢掉了一个 无言之诚的项目 你认为 他们还有耐心 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吗 是因为那个女人吗 是 虽然我现在还无法跟她在一起 但我现在心里已经容纳不了任何人 你是搞投资的 你应该清楚 明知将来的利益 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何不把眼前的东西 真正抓到手 对 您说得没错 但这不是投资 那些跟我说不的人 他们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他们跟我说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的自信 但是过后 他们会非常的后悔 我绝对不会 好 我当然很清楚 知道您的能量 如果今天 卖股无法和许氏企业签约 我将再一次 并且有可能是永远地 丢掉像您这样的客户 这在国内 将是很严重的失误 也许在国内 我将永远无法立足 我把筹码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你怎么还敢拒绝我 其实之前 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有多在乎她 我喜欢的人 但你的提议 让我发现 我比想象中更在乎她 这个女人就这么重要吗 你为她做出牺牲 你觉得值吗 她并不是一个物件 我并不能用得失 或者是收益 这样的思维去衡量价值 如果你非要我说的话 她在我心目中 是无价之宝 我无法跟你说清楚 她到底有多好 就像我现在无法描述 她令我是多么的冻心一样 我只能告诉你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我可以牺牲我的事业 我不会后悔 我再一次感谢你的错案 你让我反思 直面自己内心最隐秘的感情 你完全可以给我拖一拖 用一个缓兵之计 等合同签完了 你再拒绝我 我们还没有签约 大家都有选择的机会 我不想用个人感情 来换取商业上的收入 那样不公平 也是对我能力上的一种忽度 哼 想不到同臭的金融界 居然讲起什么奥股的事情来了 如果您是出于对许市企业的发展考虑 而取消这次活动 我充分理解 但从专业角度来讲 我不顾虑 因为我没有发现目前市场上 有比我们更好的合作伙伴 妈 连双啊 这些天 你人也不见 电话也不打一个 知道妈妈多担心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挺好 你听妈妈一句话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 你说在这件事上 你亲爹亲妈 能跟你置气吗 要说英尽潇洒 要说年轻有为 像终于那样的多了去了 你难道还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像他那样多了去了 还有谁啊 你爸想跟你介绍一个朋友 也是金融界的精英 小伙子 人长的精神 还很有前途 要不你们找个机会 见面认识一下也好啊 谁 金融界 人家年纪轻轻的 也已经是总监了 交路历程 什么 怎么会是他呀 他才不会答应你们荒谬的要求呢 怎么不会答应啊 你爸都跟人家谈过了 傻孩子 你想想 谁不想盼咱们家这高知啊 有你爸爸给他保驾护航 陆立成前途无量 既然他对咱们家这么感兴趣 叫他跟我爸谈去吧 好了吗 我正在开车不讲多了了 不是 你 你 你想去什么地方 喂 你要去哪里啊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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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停车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忘了你说过的话 今天一切听我安排 哟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跟我急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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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你们刚才见证了一个非凡的时刻 我们许氏企业跟投资行业九复盛名的卖股公司 签订了合作协议 我心里感到非常地高兴啊 这将意味着我们许氏集团 会有更多的资本支持 发展道路将更为平等 说句心里话 许氏集团是我一生的心绪 它就像我的孩子 所以一开始啊 我心里还是非常地担心的 但是卖股公司的陆立成先生 用他的才能和他的勇气打动了我 使我感觉到我没有看错人 更没有选择错 合作的伙伴 最后 感谢各位来宾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希望接下来 各位能够尽情地享受 这美好的时光 咱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你说过都听我的 你就跟我进去吧 我不去 我不进去 你为什么不敢进去 你害怕什么呢 我不是怕 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什么没有必要啊 许氏企业和卖股公司全面合作 这么大的场面怎么能少了你 你为卖股公司付出多少 你是行里有名的投手 更重要的是 你是我的男朋友 我爸这么大的投资项目 竟然没有你的份 这怎么可能 别这么说 公司的决定是处于商业考虑 并不是感情用事 我不管 我知道你在卖股被人排挤 是谁背后使得坏 我都知道 连双 没有人排挤我 是我自己选择放弃的 你明白吗 夏成 夏成 你给我下来 你下来 连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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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跟我进去 连双 你怎么那么任性啊 你是你做过大手术不能激动你知道吗 我的一切你都知道是吗 我就知道是你救了我 我没有选错人 宋依 我只是想要你跟我进去 进去看一眼里面热闹的场景 跟我一起去面对我爸 就这点要求 你都不能答应我是吗 好 你不进去 我自己去 连双 谢谢许总 谢谢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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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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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您这杯 我敬重您 是我们后辈的学习榜样 也感激你 能抛弃个人成见 和我们外骨签约 怎么说 我也是个公司分明的人呢 带说我生意上的确需要像你这么一个讲原则的合作伙伴哪 谢谢陆总 谢谢徐总 谢谢您的厚爱 小姐 走开 你给我让妈的烫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我爸公司要强强联合 更上一层楼 我特地来祝贺一下 我妈还是走啊 为什么要走 现在才刚开始呢 麻烦你冷静一下 你这样做得送一点帮助都没有 麻烦你们不要拍照 不好意思啊 我很冷静 今天我来了 就没人能赶我走 很高兴吧大家 谢谢大家 不要拍照 请不要拍照 总裁 小姐怎么劝劝不走 您还是回避一下吧 徐小姐 他好像成亲想喝醉 我劝也劝不走他 看他那样子是呆起来的 先别招惹 好了 酒你也喝了 咱们走了 你再拉我 我就把这个鞭子摔到地上 你信不信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 那咱们现在就走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不走 连双 你冷静一点 我知道你没有打发不平 可是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让我自己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好吗 让我还口气 你去帮我拿笔冰水好吗 你在这等着我 哪儿也别去 哪儿也别去 但是和许师姐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已 我们之间有着更长远的合作计划 说得好 陆总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站在这里接受采访 其他人呢 是没有其他人为这次合作做出贡献 还是只有你 又有资格接受世界的祝贺 徐小姐 有很多人为了这次的合作付出了心血 我们只是他们其中的代表而已 待会我们再聊好吗 现在是媒体时间 我们继续 想赶我走 就凭你 我告诉你 你不配 那时候你喝多了 走 我不走 陆立场 你心里清楚 今天该站在这里的不是你 而是我男朋友宋毅 可这样 他在公司辛辛苦苦 只被你背后失小动作给陷害了 为君子 为了向上爬 不惜出卖自己 而站在这里道貌爱人的讲漂亮话 混账 你休想跟他在一起 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 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肾给我 那不是他的肾 那是谁的 我需要跟苏玉在一起 休想 我是不会让步的 我想你失想不想 看看黑花 然后睡觉 你是不敢让我看到你有片刻脆弱的时候 徐小姐 我请你自重点 说说吧 你是怎么给我爸拍马屁得到这个机会的 又是怎么答应跟我交往 请问去交易 我们排挤送艺 自己站在这里的 你不清楚状况 你不要乱说 你别管我 我要把内幕给说出来 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知道真相 请你告诉大家 你有什么本事 难道要靠女人上位吗 你疯了 你胡说什么 你疯了 别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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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扯了 别扯了 对了 对 放开我 我要回去偷骂你个混蛋 你够了 够了 我是在给你伸张正义 这就够了 你知道你刚才都干了些什么吗 你害了陆立成 我害了他 他没害你吗 谁让他背后使坏 我在卖谷公司的工作变动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 他应该得到尊重 你知道一个项目谈到 现在有多么不容易吗 现在被你这么一闹 全都毁了 他是无辜的 我是在帮你 你在替谁说话呀 连双 我在卖谷公司的遭遇 跟陆立成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可你知道吗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很有可能就把陆立成 拍死在金融界 我不管 宋姨 我爱你 我不知道自己 该为你做些什么 看到你受委屈 我比你还难过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 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事 我知道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很感激 我不要你的感激 少帅 你别太往心里去 真的 好了 太晚了 大家都回去吧 明天再找人收拾 好 回去吧 特船 我们先走了 咱们走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走了 去哪里 回家啊 好好睡一觉 你别喝酒了 你就别开车了 我送你 不需要 陆立成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好强 不要把自己当成 整天都要冲锋陷阵的战士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杀不死 打不垮的 我没那么强 也没你想得那么差 我现在只想回家 看看黑花 然后睡觉 你不让我送你 是因为不需要 还是你不敢 为什么不敢呢 你是不敢让我看到 你有片刻脆弱的时候 对吧 就这么爱逞强 豪门女发飙 踢爆惊人内幕 凤凰男富贵梦碎 一地鸡毛 这凤凰男人 这么险的 这也太难听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苏曼 你也有份重枪 不过 只露了半张脸 昨天晚上 晚间夜新闻和各大网站 都报道了 许小姐闹会场的事情 微博上的评论啊 那就说得更难听了 是啊 我也看到了 这许氏企业和卖国 不然大丢面子 不过最惨的还是陆总 说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真不知道 他能不能扛得过去 是啊 真担心陆总啊 哎呀 我也很担心陆总 曲小姐说的 会不会有那么一定点是真的呀 不可能吧 陆总不是那样的人 今早的手机报 我们也是头条 谁能想到 金融界的翘楚 卖股公司 居然上了娱乐版 这就是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啊 传千里 哎呀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 这么出名 卫明你看这个 我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 各位 你再帮我教授一下好吗 总裁 行没有问题 总裁 有件事情要宣布 跟许氏企业的合作 现在要暂停一下 我特别声明啊 这个决定纯粹是技术上的 跟昨天的小意外没有关系 完全无关 我们肯定会按计划 进行合作 大家前段时间都很累了嘛 现在轻松一点不挺好吗 过几天就是五一节了 大家想去哪儿玩 或者有什么好推荐的 互相推荐一下 我可不想 都开心点啊 去酒寨沟 我想出国去玩玩 就这么几天时间 你还想出国 真有兴致 可以快去快回吗 反正啊 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苏玛 你准备去哪儿玩啊 陆总他今天会来上班吗 应该不会 他跟总裁请了假 总裁允许他多休息一段时间 他休息多久 他人还在上海吗 一个人吗 我也不知道 打电话给他都不接 我短信说要去看看他 他只回了两个字 不用 Alex 我非常抱歉 把你从假期中召回 我知道你想休息 但是公司更需要你 我听从公司的安排 你希望让我接受你一项任务 任何一部分 只要你喜欢 你可以参与公司 正在进行的任何项目 公司之前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吧 路不是人走出来的吗 以后 和许氏企业的合作 还要靠你多张罗呢 迈克 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的身份 影响到工作 更不希望 影响到公司对我的任用 怎么可能呢 公司看重你 是因为你出色的个人才能 跟私人身份无关 那就好 我先走了 嗯 Alex 私人身份也很重要 我提醒你一句 不要浪费 嗯 来 慢慢 喝点汤 嗯 吃吃吧 嗯 好 吃饱了吗 慢慢 嗯 嗯 肚皮早就撑了 眼睛还缠着呢 我每次回家啊 就像大胃王一样 工作那么辛苦 不多吃点哪行啊 嗯 嗯 好 对了 你不是说 过几天要带男朋友来见我们吗 嗯 这都几天了 不是又骗我们吧 老爸 你真聪明 怎么知道我在跟你们开玩笑啊 嗯 嗯 我吃饱了 这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过得太惬意了 有爸妈宠的孩子 就是不一样 嗯 嗯 这孩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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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呢 你瞧你这懒散的样子啊 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我这不是好好的啊 妈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 哦 过两天呢 就是五一节了 我和你爸爸抱了个团 想去云南旅游 去旅行啊 那很好啊 反正你们两个也很久没有出去走走了 这旅费我出啊 这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哎 到时候 你把那个男朋友带到家里来 啊 让我们见见 这才是正道 啊 妈 你又来了 我当年呢 要是像你这么沉得住气 你比现在还要年轻两三岁呢 受不了了 你可不可以换个话题啊 我们不在你身边呢 你就鸡一顿饱一顿的 你忙起来生活也没个规律 哪有 我又不会饿着自己 饿不死的 我不是好好的吗 早点找个人照顾你不好吗 啊 这才能让妈妈真的放心呢 那你答应妈妈 妈妈从云南回来 你就把那个男的带到家里来 让我们见见啊 哎呦 难道要等我们百年归老 到死那一天也见不到女婿吗 啊 妈 你说什么呢 爸 你看他 哎 好了好了啊 啊 好好说 真是 来 姑娘 吃苹果 不吃了 我着急走 我回去了 哎 这 有份报告 你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让下面人去执行吧 我先按照你的意思 下去办吧 好 你好 龙生龙 凤生凤 许仲金的女儿一发飙 整个酒会都炸了锅 对不起 你砸了酒会 我可以叫我手下的人弥补 可有件事情 我是无法弥补的 那就是你对陆立成的伤害 我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了 那是活该 经你这么一闹 毁了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前途 你必须向他赔礼道歉 为什么 他不就是想借我跟你拉关系吗 你懂什么 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清楚 我本来打算撮合你和陆立成好 只要他答应了 他将会比那天在发布会上 得到的要多得多 就算是 做到卖古卖课的位子上 也不难 他只要跟你好 他将是我们许氏集团的接班人 你想 对一个有功利心的人来说 孰亲孰众 难道他不清楚吗 那他没接受吗 就算我拿取消合作来要挟他 他都没有答应 他说他已经有了心上人 你想 一个人连许氏集团都不在乎 他怎么可能在后面放冷箭呢 所以 的确是你冤枉他了 我就是看不惯 你们对宋毅的不公正待遇 这是我要跟你谈的第二个话题 你给我记住 你可以 你可以不答应跟陆立成在一起 但是 我绝不会答应你和宋毅在一起的 那我也告诉你 我爱宋毅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爱他 他也爱我 他怎么爱你啊 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 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肾给我 是他跟你说的 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得全都是他的声音 我知道 是他把肾给了我 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宋毅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恨他 那不是他的事 那是谁的 那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感情 我不能 我爱宋毅 我就要爱他一生一世 混账 你给我听好了 我绝不会答应你跟宋毅在一起 你休想跟他在一起 你休想 我就要跟宋毅在一起 休想 我什么会让步的 我深夜 父亲 不要离开 别甘心 我在这儿 你保证不会离开我 我保证 我不要一个人 永远不要离开我 我保证 我会陪你一辈子 慢慢 帮忙 怎么这么早啊 你说你妈这迹象 出了门才想起来 给你准备的那些 牛排什么的 都没拿出来 差点给忘了 我是怕饿着宝贝女儿 慢慢啊 这牛排腌好了啊 是你最爱吃的口味了 要吃的时候 拿出来煎一下就行了 别忘了吃啊 会坏的 不会忘的 你看你看 乱糟糟的 这孩子 你让孩子自己收拾好饱啊 你看这都几点了 飞机不等人的 飞机 是啊 我们要去云南了 不是明天吗 我记错了 是今天啊 等等 我送你们去机场 不用不用不用了 孩子你接着睡啊 我们这就走了啊 不用了 回笼叫最香 接着睡啊 接着睡 你们难得出去玩一次 就让我送吗 不用 我们车都搭好了 傻姑娘 慢慢啊 好好照顾自己啊 等妈妈回来啊 再胖一圈 孩子 来 让妈妈抱抱我的大宝贝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回来要给我带礼物啊 那是必须的 你们小心点 再见 拜拜 记得吃东西啊 知道了 我吃鸡一顿饱一顿的 听见没有 好了 妈 听话啊 记得打电话啊 拜拜 拜拜 关门关门 拜拜 拜拜 你怎么来了 有你这样欢迎客人的吗 欢迎你 我想你是来看过我 是不是想不开吧 放心 没事 菜挺新鲜的 看来我有口福了 你来原来是有另外的目的 想蹭饭吧 回答正确 洗手吃饭了 我知道一句话形容你这种人 什么话 你除了生孩子不会之外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我是什么都会 你今天来是专门来和我开心的吗 还不是呢 我是专程来蹭饭的 难忘上次在这里吃到你亲手做的私房菜 好 我听得出来 你每句话都在顺着我 比黑花还听话 这反倒让我有点不适应了 我哪有这么羡媚啊 我 谢谢 我爸妈已经把我抛弃了 他们俩去云南旅行了 这个五一假期 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就自己一个人 你呢 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安徽 散散心 票已经买好了 我要好好享受 人生中第一个彻底抛开工作的假期 你要去旅行了 是 人在城市待久了 我们的视野 被高楼大厦挤得只剩下一条缝 稍有点闪失 就像是天崩地利 回到大自然里 心胸顿时会开阔 就会让你反思 自己烦恼得更远 以后再来看 就会变得不值一提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如果要再盛饭 要等我回来才有机会吃了 嗯 拜拜 陆立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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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吧 你去安徽去个半吗 怎么 反正我没去过安徽 五一假期也不知道去哪里 正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陶冶情仓 你真的想去哪里 朋友是讲情谊的 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现在你有困难 我总不能不讲情谊 是不是 我没困难了 是 你没有 困难看到你陆立成 永远都是绕道走 我没困难了 反正就是玩嘛 就当做去做个伴儿 你不怕孤男寡女有危险 就我做过风险评估了 一路历程虽然不讨人喜欢 但是人品还过得去 我呢也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有多大的诱惑率 我自己心里有数 就当做 两个哥们儿一起出去转一圈了 说了老半天 你倒是给我一句话 不爱我跟着就算了 搞得一副我多想跟你去旅行一样 不过就是安徽嘛 不去就不去 谁稀罕 喂 我陆立成 我想换一张机票 把原来一个人的给我换成两张 我知道现在机票紧张了 但我一定要两张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就直接把我的会员取消掉 去准备行李吧 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一页 喂 秦哥 请问一下 许总是不是很多天 没有去事务所了 好 那麻烦 他去了事务所 请他给我回电话 谢谢 詞曲 李宗盛 穷的你 默默不出现意 没什么表情 原来 爱的将心 写着命运 可惜 你的回忆 我不在故事里 如果我能藏出悲伤 不让眼泪流浪 当初我们能呼吓 原谅 回到过往 是谁说勇敢 就不怕不爱的伤 没有那混着的肩膀 未来那么长 我不够勇敢 还不了你的模样 谁能换我那些旧时光 爱依然存在 忘不了你的模样 我和你美好的旧时光 我想尽力 跟这个您将是无论后 那么的孩子 所以我更不要 realiz用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知道 这三个字对你来说 微不足道 但是我还是想对你说这三个字 对不起 没有谁对不起谁 我知道 这样很没有意义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 有没有喜欢过我 我知道我很傻 但是我很想知道 你有没有一点点 哪怕是曾经 一点点的爱过我 我并没有答案 我想你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我想她 Як继续 我看她是绝了 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那也想rió 你也想哟 也想不通 总是我醒来之后 本就无所谓 但是在梦里 我曾经不必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什么后悔啊 你跟我去安徽 我们至少要同行三天 你确定自己 要跟我一起走 不过就是跟哥们 出去玩几天 这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可没有把你当哥们啊 我可不会问男人呢 那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女的 我也不介意把你当成姐妹 等上了飞机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可不会把你送回来的 难道我会从十万米高空跳下来啊 开车吧 小焦 闻准时吗 那是你不回来吧 你乱什么 你长得挺漂亮啊 你长得挺漂亮啊 就是到嘴皮 翻起来 你好 你好 就这些啊 是啊 我来 你真的很神通广大 到哪里都有人来接你啊 小焦 你那么久没回来 大家都很想你啊 小焦 他是你亲戚啊 我外甥 海涛 你居然在安徽外甥 我本来就是安徽人 你是安徽人 那你到底是来度假 还是来探亲的 安徽是个好地方 度假探亲两屋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没问过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回家 回我的家 你家 我是要住宾馆的 不然的话 你随便给我推荐你家 我自己打车过去 你到那边看看以后再说啊 小焦 阿姨 快上车吧 他刚刚叫我什么 我是他的长辈 按辈分算 我应该是他的小舅 他当然叫你是阿姨了 他多大 装二十 海涛 我是你小舅的同事 我叫苏曼 你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别叫我阿姨了 哦 不叫阿姨 叫舅妈吧 舅妈 上车 上车吧 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哎呀 真不客气 一点点客气 客气了 回来就 苏小姐 人都回来就行了 别叫苏小姐 叫小舅妈 哦 反正你们俩的事啊 是早晚的事 都是一家人了 啊 不用那么客 是是是 可不是 确实 奶奶 这个对身体好 好好好 奶奶今天开心 就是布置这些保健品啊 都能活一百岁 小舅妈来了 能活到一百岁 走 对 咱们吃饭去 吃饭去吧 走了 吃饭去 来来来来 为了大家团聚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小舅妈吃饭 好吃 苏小姐 你是上海人吧 你把妈退休了她 谢谢 退休了 你跟橙子在一起上班 真不简单啊 是啊 我们家橙子脾气不好 可她的心是很好的 有时候啊 你稍微让她一下 她这心里啊 其实就知道自己错了 是吗 她一贯都是正确的 她要是让你受了委屈啊 你来和我说 我替你骂她 对 奶奶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她是我上司 什么 我听不见 她是我上司 苏小姐 赶紧 吃菜呀 来来来 苏小姐 不要客气啊 多吃点 吃点 赶紧吃 赶紧吃啊 你挑你喜欢的 顺下就我 别客气 顺下就慢 我敬你 来 坐下 别叫我小舅妈了 来 来 苏小姐 我们敬你啊 谢谢 谢谢 来 苏小姐 谢谢啊 打扰了 来 苏玛 大哥大嫂敬你 来来来来 来 谢谢啊 谢谢 橙子啊 今后你要多带苏玛小姐回来哦 好 对啊 好准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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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 唯大唯小 小牛爸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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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啊 给你 来 吃点这个 这个不要多吃 贝克类的东西还千高 多吃点西菜 对身体好 你不讨厌我吗 为什么这样问 从来就没有够 即使我在那么无理取闹之后 即使给你和陆里程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你都不讨厌我吗 不讨厌 因为你停喝多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你爱我吗 是因为你爱我吗 不然还因为什么 那你怎么证明给我看 看着我 说你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站到椅子上 现在 什么 有怀疑的不叫爱 爱没有条件 爱没有讨价还价 我爱你 说你爱我 我爱你 大声说你爱我 我爱你 快看 说我爱你 许连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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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 下来吧 她不许连双 我许连双 我也爱你 好了 快吃饭吧 不然残量了 乖 トミー 我是 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家还有没有空的房间啊 这是我姐姐的房间 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 谢谢 夜里会有点凉啊 你把热水器的温度调高一点 这个也有热水器 已经出货了意料之外了 你以为这儿有多落后啊 来 先用这个吧 插刀在下面 好 谢谢啊 我来吧 我来吧 停电了 没事 村里的线路老化 经常调查 我到楼下把电闸合上就好 算了 你别弄了 早点睡吧 那 好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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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